最近我们刚讲完这个国民党大翻车 还是要回到整个总统的大格局 总统的大格局就是到底 非绿联盟能不能整合出一组 这个东西很有趣 柯文哲说他之后 国民党丑太近路 金甫松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坚持侯友仪式要当政的 那这个东西呢 是让这个朱立伦决定 推给朱立伦 金甫松推给朱立伦 对 所以柯文哲直接呛 很简单 显然国民党这几天不敢接招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余将军 你这样看起来 国民党是不是从而到也没有蓝白和的诚意 国民党怎么和 我就讲 国民党要怎么跟柯文哲和 我一直在讲 你的政策相同吗 你的选举的理念相同吗 你的选民相同吗 如果都相同的话 那说句实话 你何友谊怎么选不赢柯文哲 你已经就碾压过去了 本来都是你的人 那现在是因为某些状况分裂出去 那才有整合 那么柯文哲拥有的这群人 他自始就不是你的支持者 你要怎么整合 在凯道前面 那一群对不对 穿着白衬衫 举手叫侯友谊下台的人 这些人会变成侯友谊的支持者吗 不可能嘛 他宁可不投嘛 对 你看侯友谊在凯道上台的时候 上面怎么讲的 下台啦下台啦 离开啦 虚他 这些人会因为 蓝白合了以后 干脆我就支持侯友谊吗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不喜欢吃辣椒的人 你拿一个辣椒给他吃 说吃完辣椒之后 可以给你一意 对那可能会吃 可是没有一意呢 他不会吃 他就不喜欢吃辣椒嘛 我就不喜欢闻猴子的味道嘛 你叫我去我就不要闻 所以怎么合 所以这个合是个假象 这个合就是把 如果选输了 要找一个够分量的战犯 那这个战犯 朱立伦扛不住啊 金府中不要扛 金府中干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已经胜选过好几次了 我擦你这一次 所以要找个够分量的战犯 这个战犯 本来想踢给郭台铭 他发现郭台铭不愿意扛 扛了也扛不住 怎么办 柯文哲 所以一定要找个战犯 就是为败选找战犯 所以那柯文哲聪明得很 柯文哲说你想拿我当战犯啊 你想拿我记棋啊 我可是愿意整合的啊 对我愿意整合 我就抛出来玩民调 对不对 民调赢者全拿 输者帮忙 什么叫帮忙你知道 不是选副总统 所以金府中讲了啊 我没有说他不选副的啊 就是不选而已啦 金府中的意思就是说 要不然何宇就选政的 要不然就不要选 他没有说选 金府中从来没有讲过不选副的哦 就是要选个不选而已 所以说他就说 要当就当政的 我没有说不敢接招啊 那干脆就不当 如果不选就不要 如果你要不选政的 干脆就退出这个选举 这跟柯文哲完全吻合啊 所以柯文哲说要啊 要就来PK啊 赢者全拿输的帮忙啊 那所以说柯文哲说好啊 如果蓝白没有合 不要怪我 而且柯文哲选择的那个场合太棒了 叫中华战略协会 里面都是老将耶 王文谢将军 纪念王文谢将军的一个追思会 那上面都是将军 我告诉你上校肯还进不去啦 都是将军 而且都是中将以上 我这种少将还进不去 那两颗性还进得去 这些人什么 主战派 他就主战派 就跟他拼嘛 怕什么 对不对 侯友宜就跟他拼嘛 你敢代表国民党出来 就跟柯文哲PK一下 对 柯文哲都算准了 柯文哲 侯友宜不敢 你就不敢 那这些老将会讲什么 柯文哲说要合啊 是你侯友宜不敢PK啊 所以你说现在变战犯 就变侯友宜哦 当然啊 你不敢出来比 万一以后蓝白没有合 输了 你不要把这个 甩锅甩给柯文哲 所以金服从头也怕 自己变战犯 所以赶快推给朱立伦 这是主席在处理的 他就讲啊 我没有反对 主席说了算啊 要不然就全拿 要不然就退选 就这么简单 那你想朱立伦敢退选吗 侯友宜愿意退选吗 我觉得这个棋就是告诉你 蓝白不会合了 那柯文哲说 障碍不是我 障碍是国民党